周一,洛杉矶社区学院学区宣布批准150万美元,用于安置100多名无家可归的学生。 这笔资金来自一次性周预算拨款,将资助试点项目提供学生食物、WiFi网络和心理健康支持。 这项决定由学区董事会在上周三表决通过。 董事会主席在声明中表示,许多学生没有获得住房保障,并因此缺乏安全和安静的睡觉和学习场所,进一步影响学习效果。 根据新闻稿,洛杉矶社区学院学区的学生,主要来自资源匮乏的社区,其中68%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,53%的学生生活在贫困线或以下。 加上疫情的影响,没有获得住房保障的学生人数可能会更高。 这项新的学生住房协议,从4月13日开始,校期将维持一年。 新唐人加州记者站综合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